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上海迹象时间 我是阿巴斯 今天白天几乎各地都能看见阳光露脸 只有在东半部有一些的短暂雨 不过到了下午 各地的天空就开始转移 云量增多了 这天气也变得不太稳定 从卫星云路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在北方的封面 它其实是逐渐地在接近 入夜之后的现在 这雨开始会慢慢下下来 今天晚间一直到明天 从西到东 从北到南 都会转为游雨的天气 在我们的中部以北以及宜兰 会有震雨或雷雨 而且会有局部交大雨事发生的机会 要提醒观众朋友特别留意 而其他地区也都还是会有短暂雨 这道封面 它其实是一道滞留封面 预估会持续影响我们 一直到礼拜天 不只是明天下雨而游 周四到周末 这个封面它其实是持续滞留在华南地区 而且这华南云雨区的水气 会不断地在向东移入 各地的天气都不稳定 其中又以北部 还有宜兰地区的降雨 是最为的明显 今天晚上开始 除了封面通过带来降雨 西半部也容易会有低云 或者是局部物影响能见度 提醒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 另外在温度上 也会出现明显的变化 从地面天气图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 目前的这个封面 它是已经来到了 我们台湾的北部海面 到了明天晚上 会来到台湾的南部海面上 所以等于是从今天晚上开始 一直到明天一整天 我们都是受到封面的影响 而且在封面通过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后头的这个冷空气 就会开始跟着南下了 明天北部还有宜兰 会率先转为湿凉的天气 气温是明显的下滑了 高温跟今天比起来落差会超过五度 只有二十度左右 而明天下半天开始 从北到南都会逐渐的转凉变冷 这一步的冷空气 在礼拜四礼拜五是感受最明显的时候了 除了北部跟宜兰的地温下滩十二度之外 中南部地区还有花东地温也会降到 只剩下十五度左右 因为下雨的关系 所以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跟花莲 白天温度回升的幅度其实都不大 只有不超过二十度左右 在南部跟台东高温也只有二十二到二十五度 至于明天各原住民族地区的天气资讯 带你来看文宁整理的山海气象 首先带你来到台东 蓝雨二十二到二十八度 降雨几率百分之三十 南徽太马里金峰大午跟达人 高温可以来到三十三度 延平台东市跟北南高温会来到三十二度 低温只有十七八度左右 海端池上观山路也高温会来到三十一度 东海岸的长滨城公跟东河高温会来到三十二度 花莲瑞穗玉里卓西跟富里 低温只有十七八度 高温会来到二十七度 二十八度 温戎凤林光复封冰高温来到二十五到二十七度 左右低温只有十三度 花莲市吉安跟寿峰会有短暂雨的天气 高温来到二十五度 太陆克族云居多的秀林跟星辰高温来到二十四度 降雨几率最高会来到百分之六十 宜兰太亚族云居多的大同跟南澳高温来到二十五度 降雨几率高达百分之七十 往南走来到屏东的狮子 牧丹跟满洲高温会来到二十九度左右 屏东太武来跟春日高温会来到二十九度 乌台山地门跟马甲鱼亮片都会有短暂雨高温二十九度 高雄桃园的马莎跟茂林高温可以来到二十八度 不过日夜温差相当的大 嘉义亚里山八到二十五度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南投仁爱玉池水里跟信义降雨几率都偏高 高温来到二十五度左右 台庄和平十二到二十四度降雨几率高达百分之七十 苗栗南庄诗坛跟泰安高温只有二十三度左右 新宿关系坚持跟武风一整天都是比较湿凉的天气 高温只有二十度左右 桃园复兴十二到二十一度 新北市的乌来十五到二十一度 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周末 各地的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 而且温度感受上也会慢慢地 转为湿凉的天气 虽然说就生活上会稍微变得比较不方便 不过至少这一场春雨 可以让稍稍地滋润一下我们的大地 对农民朋友来说是 也算是一个好消息了 以上是今晚到明天的天气预报